这户车祸爆赶抵现场 一名男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赶紧替他进行CPR 他稍早骑的机车就躺在旁边 但车头面目全非 车壳早已喷飞 可见重击力道之大 原本是一个漂亮装潢的外观 现在撞到木条全都掉了下来 而会发生这几车祸 就是因为男子拒绝盘查 骑车逃跑最后自撞命丧街头 事发就在27号凌晨3点多 澎湖马公一名男子骑机车 从树德路要左转光复路口 没有打方向灯 原警要求他停车受检 不知为何他就是不愿配合 不仅加速逃逸还逆向行驶 追逐接近一公里 直到永河街中华路口 疑似车速过快过弯失控自撞 原警随即通知救护车 将他送往三种澎湖方面救治 那在本日的11时15分许 那不治生亡 根据了解死者林姓男子 今年45岁经营一间日式料理店 而发生车祸的这个点 已经离住处很近 面对天人永隔 男子家属认为 警方是否执法过当 有行政疏失 初步我们有进行内部的调查 那相关的部分 我们还是一并 因为含请地检署来认定 林姓男子到底为什么 看到警察会想逃跑 有没有涉及酒驾 警方不愿多谈 只强调全案已经进入调查 依法征办 TVBS新闻陈正 石英廷朋友采访 某个人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